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了MIT行星科学博士丹助畅 为大家讲述寻找外星生命的旅程 在进行这个讲座之前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例行来介绍一下 我们什么是TAB Talks 我们TAB Talks成立于去年的9月份 因为众所周知的疫情的影响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搞一个这样的线上的活动 来把大家就因为隔离在家 不能够在一起social 通过这种方式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后起到一种social 然后分享知识 分享见解的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TAB Talks每次都会通过波士顿校友会 波士顿清华校友会的公众号来发布信息 所以大家可以扫左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这样的话你可以即时收到每次TAB Talks的信息 另外如果你想自建 想来讲 或者说你想推荐一个主讲人来讲什么东西 或者说单纯你想听什么有趣的话题 都可以扫右边这个码 然后来填一个Google Form 然后来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就会尽全力的去满足你的要求 更多的信息可以看我们校委会的网站 最后我们还建立了一个TAB Talks的讲座群 我们一般会把每期的speaker放到这个群里边 然后观众大家都可以自愿的加入 然后这个是方便大家在讲座结束之后 如果还要继续有问题 想要和嘉宾交流讨论的话 那么可以在这个讲座群里边加入这个讲座群 然后大家还可以进一步的 就是说关注到这个讲座的更新的信息 都在这个群里边会发布 好了 我现在就来隆重的介绍一下 本次讲座的主题的嘉宾 本次讲座嘉宾单助畅 单助畅是MIT行星科学博士 现为MIT Seagull Expo Planet组的Poster科研人员 主要从事系外行星大器 生命特征与生物信息方向的研究 参与过多个TSS系的外行星发现 金星零化氢的发现 与多种新型生命特征的发现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屏幕交给张助畅博士 让他来给大家开始今天的演讲 助畅你现在可以share screen了 然后我这边就会自动停止 好的 高屏非常感谢你的介绍 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topic 大家能看到我的share screen吗 可以的 那么我今天的主题是想要跟大家探索一下 如何去寻找我们第二个地球 并且去如何去寻找这个系外生命 那么这个是我认为的是我们人类最终的 要去探索的一个前沿 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 去探索系外行星的话 是一项去探索未知 满足人类好奇心的一个研究 不过呢 在我们研究系外行星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人类的下一个家园 而且也可以通过这个非常庞大的 这个宇宙的这样一个大实验室 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OK 那首先我们先不要走太远 我们先从地球上开始 那么我们地球上呢 我们大家了解的也有这个八大行星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天体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居住的行星只有一颗 那就是我们的地球 然后近期呢 我们的一个发现就是在 金星上 也许有一些有趣的 生命过程 进程在发生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在金星中 发现到了一种气体 叫做零化氢 那么零化氢呢 它是 我们通过地面的万进 经过连续三年的这个观测 我们找到了一个零化氢的光谱特征 那么这里面呢 确定了在金星的大气生中 有超过这个 十亿分之 就亿分之二的这个零化氢的含量 那这个含量呢 是远远大于大自然中 可以能存在的这个含量 所以我们认为 这里面有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 这个 化和反应 正在大气层中进行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 零化氢它可以 它不寻常呢 因为它被发现的位置 其实并不是在这个金星炎热的地表上 而是在这个 五十千米的高空 也就是它的这个 对流层的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发现 就是零化氢它有 它所存在的是一个 可视居的一个温度 而且呢 它没有办法通过一些 非寻常的地质的形式 或说这个 太空的方式去 大量的形成 所以我们认为它 也许是由这个 生命的方式去形成的 那具体呢 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 这个 化和反应的研究 因为这个 是一个比较普世的一个讲座 就不太去往这方面讲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下面这里有我们当时 发的两篇论文 那么你们可以去 详细的去进行阅读 那我想给大家 看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去看 不仅是这个 太阳系内的天体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 遥远的这个星体 那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的东西呢 那 这个的话是 如果说我们 这是一个 那个考尔赛根提出来一个项目 就是说 1990年的时候 当这个旅行者一号 飞离地球 飞 有接近零年六光年的时候 他反过来 重新再去 给地球来一张 拍照的时候 他发现 假设 如果说我们把地球 当作一颗西外星星 我们能看到的 其实也就是一个 很平淡的 没有什么 特殊的一个蓝色光点 那么 如果说我们要去寻找 更遥远的星体的话 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今天的 讲座的主题 就是要探索这四个方向 就是 第一个 我们如何找到西外行星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如何在这些行星中 找到那些 适合人类居住的 的行星 然后 当要找到这些行星之后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它存在一个大气 一个可 让人居住的大气层 并且 在这个大气层中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 找到 地外生命的一个 特征 OK 那寻找地外行星呢 或者说寻找我们 第二个地球 它主要的 会有以下的先挑战 那么 就第一个 它非常难观测 类似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其实在宇宙中 它并不是大量存在的 主要的是 以这种红矮星 就是说温度非常低 质量非常小的恒星 然后类似恒星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观测 它的话 它的光 它亮度远远大于 这个行星的亮度 我们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假设 比如说你在 美国东海岸 你要去看西海岸的一个 运动场上面的 一个探照灯 假设那颗是一颗恒星 然后行星呢 就是那个探照灯 旁边的一个萤火虫 所以我们用最强 最大的望远镜 去观测这个西海行星 依旧是充满的 很多的挑战 然后对于 类似恒星的话 因为像我们地球 我们照太阳转一圈 而我们必须 当这个恒星 行星 还有我们观测者 是在一条线上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对这个行星进行观测 那像说我们一年 只能看一次 于是 这就是说 寻找地球2.0 它有我们需要 面对的一些挑战 当然咯 我们这里要提出一点 就是说 寻找地球2.0 虽然说它很有 很有吸引力 但是它同样 也是有一定的思维局限的 因为 我们出生 生长在地球上 所以我们自然而会觉得 我们想去找一个 类似的 这个地球 或类似的一个行星 像我们地球一样 但这样不免 就会进入一种 就是新地形主义的 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什么东西 都想去 跟我们有的 去进行对比 而实际上宇宙 它 生物 它可能是多样性的 它可能是存在 不同的恒星 不同的行星 甚至 连我们最基础的 这个化学 生物化学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组有一个成年 它就进行了 这个龟基生命的研究 而且探索了 这个 以龟 为基础 的生物多样性 其实也是可以 非常丰富的 OK 那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呢 或者说 是我们 跳离这个地形主义 新地形主义的 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去 研究 围绕着 这种红矮星 的一些 星球 那么它的好处 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光度比 没有那么 严重 然后恒星 质量小 所以观测的 周期短 那么同时 如果我们去找一些 行星半斤大 或行星质量大的 一些 星球呢 那么它更加 容易观测 当然了 面对这种 全新的 行星 并且去 找这种行星 上面是否 支撑生命的话 我们当然 不可避免的 会 需要去考虑 一些 新的问题 那这里就 不太展开 但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 它是一些 跟地球 很不一样的 环境 那这里 给大家看一张图 就是说 在最 左边呢 是我们地球上 日出的样子 而 剩下的 四张呢 就是说 在 别的 星球上 或别的 行星上 它的日出 大概会什么样 你就可以看 如果说是 红矮星的话 那么 它的 光主要是 红色的 为主 那么 就长波段的光 那么我们看到了 天空 即便是早上 起来的时候 它也是红色 OK 那 这个领域呢 我们 想要去找 希尔行星的话 我们以前是 用这个 哈勃望远镜 然后 在08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 凯普勒的望远镜 那么它 帮我们找到了 最初的 上千颗 希尔行星 并且是 这个领域的 一个先锋 而如今 当今呢 我们主要用的是 这个 泰斯望远镜 那么泰斯望远镜 它是一个 由 MIT 主导 并且由 NASA 支持的一个项目 它的目的是通过 对 我们的 整个星空 进行系统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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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之后我们去找 我们去找 有没有 类似 这个 就是在可居住带中的 这个 内地行星 那么内地行星呢 不是说内地球 而是说 它是 由 主要是 矿物质组成的 行星 OK 那么下一步呢 当我们找到了 合适的天体之后 我们就会用这个 JWST 叫做詹姆斯韦伯 空间望远镜 去进行跟踪 并且去确定 它上面的大气层 那未来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 去 寻找更多的行星 并且做更多的观测 然后 寻找希尔行星的话 它主要是五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 天体测量法 等等 那么这里面 我主要要去给大家 讲述的是 这个灵星法 那么灵星法呢 就是通过 这个 行星 恒星 和我们观测者 它处于一条直线的时候 那么 这个时候 会 当这个行星 遮住了这个恒星的光 那么 相应的 它的这个恒星的光度 会稍微减弱一点 如果说是 太阳和地球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 那么这个 亮度的减小 大概是 一分之一 而 如果说是一个超级地球 围绕着一颗 红矮星的话 那么这个光度的减小 大概是 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 所以 这里面的差距大概是 一千倍的 这个 区别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找 红矮星上面的行星 然后 当这个 我们去观测的时候 那么 这个望远镜 返回给我们的是一个 非常 带满噪点的这个 光度曲线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光度曲线 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 并且 从中 挑选出来 它的 这个 具体是什么时候 进行的眼星 并且我们对这个眼星 进行 合成 最终是 找到了一个 它眼星的这个 合成光谱 合成光面曲线 sorry 然后 通过Test的这个望远镜的话 我们未来 进行了一定的模拟 因为这个望远镜 它刚刚 升空不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定的 就根据它现在已经观测到的 这些行星 做了一定的分析 我们发现就是说 它可以找到很多的 这个离我们地球 稍微近一些的 这个 系络行星 那这些行星 离我们近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下一步的跟踪观测 并且去确定它是否 具备生命 OK 然后 当然了我们找到的 系络行星 并不是都是像 地球一样的 或者说像这个 内地行星 那么Rocky Planet 就这里是内地行星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非常多 其他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最早 最先找到的 这个 Hot Jupiter 那就是 这个 热火 热木星 就像木星一样 这么大 但是呢 它离这个恒星 非常非常近 所以它的温度 可以达到 甚至 1500到 2000 凯尔文 那么高的温度 然后同样的 还有其他的各种 千奇百怪的 行星 我们都找到了 但 这里面呢 我比较感兴趣的 是这个 小于 1.25 地球质量的 这些行星 就是说 这些可居住的 可以支持地球生命的 这些行星 因为如果说 它的大气层 它像 这个 木星 或者说像这个 天王星 海王星一样的话 那么它的大气气压 可能太高 所以生命 很难存在于 它的地表上 那么这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总结 就是说 我们目前观测到的 行星系统里面 那么 其中 有一颗行星的 可能有2000个系统 然后 我们的地球呢 是有8颗行星 而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行星系统 它是上面有 7颗 这个行星 那我接下来会 更想些去讲 这个系统 OK 对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Trapist 1 行星系统 它具备 7颗 行星 其中有3颗 是在这个 可居住带 那我们回来 再讲一下 可居住带 这样一颗行星 它 可具备 这个 生命 的前提是 它 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是 它不能太大 同时它必须是 内地行星 然后呢 它在围绕这颗 恒星运转的时候 它必须 停留在一个 温度不是很 温度适宜的 一个位置 那么这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 可居住带 就是说 像 金星的 在我们地球 在我们太阳系中 金星它就是 温度太高 而火星呢 就是温度太低 所以必须是 刚好在一个 温度适宜的区间 它才可以 可以支持生命 OK 那这是另外一幅图 就是说 在这个 X轴是 距离 这个 母星的 这个 距离 然后在 Y轴呢 是这个 恒星的 这个 亮度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像太阳 这样的一颗 恒星 它的 可居住带 大概是在 一个 日地距离 而像 红矮星 这样的 天体 那么这个 日地距离 就非常的近 然后根据 这个 Keypler 定律呢 你离一颗 恒星越近 你的公转 周期就越短 所以说 它 一个是容易 观测到 另外一个呢 是观测的 次数多 所以我们可以 找到更多 这样的星体 OK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这个领域 通过 二十多年的努力吧 我们找到了 六十多颗 可移居的 这种 西外行星 然后 这里面呢 当然只是一个 很初步的一个 判断 就是说 这颗它是 类似地球 质量 类似地球的半径 同时呢 它是在 这颗 恒星的 这个可居住带 并且呢 它可能存在 大气层 那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去 判断 就是说 如何去对它的 大气层进行 跟踪 OK 好 那么对这个 TRAPEX-1系统的话 现在这个就是 它就是在这个 行星的可居住带 然后 我们对地球的 这个系统 进行一个对比呢 我就发现 TRAPEX-1 它的 七颗 七颗行星 它所处于的 这个轨道位置呢 其实是 远小于 这个水星的 这个 轨道 但是呢 因为它的 恒星的温度低 所以说 它的 居住带 也非常的小 好 那 下面呢 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 知道了 这个行星在哪 哪一个是 可居住之后 那么我们要 怎么样去 对它的 大气层 进行观测 那观测 这个 下而行星的 大气层呢 其实就是 通过 也是通过 眼星的方法 那么 当你这个光 恒星的这个光 通过 它的 大气层的时候 那么 有一些光 会被大气层中的 分子被吸收掉 而有一些呢 就会 有一些光 可以通过 这个大气层 如果说这个 恒星它没有 大气层的话 那么我们就看 在每一个波段 它的这个 半径都是一样大的 如果说它 在某一个波段 被这个 某个分子的 普现给吸收了 那么在 那个 去对应 它就是有一个 吸收普现 我们就是通过 分析不同 波段的这个 普现差别 来判断 具体哪一个 气体 是存在 这个大气层上 那么这里面 这就是一个 眼星光谱法 那就是 当这颗行星 掩盖了 这个背景的 这个恒星 之后 那么 黑色这一部分 是它的 行星主体 这里面是没有 任何光可以通过的 而蓝色的 这一部分呢 就是 这个光可以通过的 这个大气层 然后我们通过 对这个大气层 不同的波段 进行观测 那么 当我们把这些 每一个波段 就 在这幅图 从这个红色到蓝色 它显示的就是 不同的波段的 这个 眼星 遮盖的光度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光度呢 给它转化成 这颗 恒星 这颗行星 它的这个 半径是多少 那最后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集合到一起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它 做成一个光谱 那 下面这里面呢 就是 一个 简单的一个 行星模拟 光谱 那么 这个光谱模拟呢 是从 在X轴 是0.3 微米到5微米 左右的这个区间 然后 外坐标是 它的这个 行星和 恒星的这个 半径比 比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颗 行星的模拟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实的数据 确定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行星中 有大量的这个 钾和钠 然后同时呢 我们 猜测 它也许存在 水蒸气和 一氧化碳 但是呢 因为 目前这个 数据是用 这个哈勃望远镜 去观测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 对可见光的 去 去进行 确认 而在未来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个詹姆斯韦 望远镜 也就是在 这个右上角的 这个望远镜 我们可以对 这个 1微米到 5微米之间的 这个波段 进行观测 那我们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望远镜 去判断 这个大气层中 它是否 存在 生命的 这个特征 或者存在 一定的 这个 比如说 甲烷啦 氧气啦 这样的一些气体 OK 那 我们讲了 这么多之后 讲了我们 如何去寻找 类似地球的 行星 然后如何去判断 它上面是否大气层 然后最后呢 我们来 探索一下 我们是如何去 寻找 西外生命 还有 如何判断 就是说一个 西外行星上 它是具备 这个生命的 存在 那在 寻找西外生命 这个过程呢 它其实也不是一个 新的一个 论点 就是说 这件事情 其实在过去的几百年中 其实已经有 不同类型的尝试 然后 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比较出名的是 这个 SETI SETI 的这个项目 那它就是通过去寻找 这个 外星人 它也许给我们 可以给我们发 这个 电波 然后我们是否能找到 这些 外星人的 这些 通讯信号 但 经过五十年的 这个寻找呢 我们并没有找到 这种信号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 科幻小说 也有很多的 理论会说 这个外星人 都把自己藏起来了 或者说 不想跟我们联系 这都有种种的可能 那么自从这个 两千年 我们确定了 系外行星的 大量存在 并且 我们主动的去 搜寻这个 系外行星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 用一种主动的 形式去 探索 就是说 是否有更低级别的 这种 系外生命的存在 就是说 外星文明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 但只去看 有没有办法 找到像外星的 这些 单细胞生物 这是我们想要 去做的事情 那所以 这也就是有很多 一些奇奇怪怪的 东西 所以 我们如果说 要研究 系外生命的话 那么首先 我们要研究 就是说 它们会释放 什么样的 气体 那像地球上呢 我们比较出名的 这个 生命特征 就是氧气 因为很多的植物 会释放氧气 然后同时呢 甲烷也是一个 地球上的一个 生命特征 然后 生命特征 它释放主要有 三个 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 这个呼吸作用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 信息的交互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生物分解 那么 这些 呼吸就不需要解释了 这个是生命的 一个进程 而信息交互呢 就比如说 它们 需要 去找到对方 或者说去 组合去 做一些 更复杂的一些 事情 那么这就是 信息交汇 然后 生物分解 也不需要太 解释 那么 这些气体呢 它就像 刚才讲的 光谱 它会在 不同的位置 会产生不同的 这个 特征 那么我们就通过 观测这些特征 去判断 一个气体 是否存在 然后 下一步呢 我们就去判断 这些气体 存在的组合 它是否能 去 让我们判断 这上面 是否有 生命的存在 OK 然后 这里面呢 给大家看的是 几个 研究 那么 这里面就包括 地球 最左边的 这个是 氧气 水蒸气 甲烷 二氧化碳 这一个组合呢 它可以告诉我们 是具备生命的 同时呢 我们不能有 大量的氧化碳 氧化碳是一个 剧毒的气体 在这里面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你有 大量的 这个 水蒸气 还有大量的 这个 氧色 那它也许是 一个可居住的 一个 就是 是 一种 就是说 特殊生命的 一种 存在的 一种情况 那么 我们最终 通过这些 不同的 组合 我们就去 可以判断 生命是 什么 什么形式 形式的情况 存在 那最终 这就是 一个生命特征 这些主要 生命特征 光谱的 区间 去观测 生命特征 它同样有 大量的 这个挑战 因为 我们要考虑 这一点 就是说 从我们一开始 举的一幅图 就是 这个 即便是 从 不到一光年的 位置 回来去看地球 我们地球 也只是一个 小点 那么 我们去 观测 这个 系列行星的时候 那么这个 我们能看到的 这个数据 也是很有限的 那主要的一个 限制 就是说 这个 一个是 我们观测的数据 它 的 这个 噪点 噪声会很大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们从这些 这些数据中 我们能判断的 有哪一些 关于这个 行星的 这个 性质 是我们可以 确定的 然后呢 我们观测到的 这个星体 我们是否能通过 地球的 上的一些 实验去解释 它是否能存在生命 并且 它的这个 特征 对 是否能 干扰到 我们的判断 就是说 它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没有 发现的 或者说 没有理解的一些 化学反应 在进行 导致我们 以为它 存在生命 而实际上 它是一个 不具备生命的 一个 行星 OK 那这是我们 现在这个领域 需要面对 一个挑战 然后 我做的 科研呢 其实主要是 在研究 这个 问题中的 第一块 就是 生命 它除了 我们刚才讲的 那些 五个 方向之外 还有 什么 其他的 方式 可以大量的生成 或者说 可能产生 什么样的 不同的 气体 那这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 想要去寻找 是否存在 普世的 这个生命特征 这个方法呢 它其实 可以说 理解很简单 它就是说 我们不只 去看 某一个气体 我们开始 是从 一大堆的气体 那么 这里面可能 有成千上万的 不同类型的气体 然后呢 这些气体 我们经过 一层一层的 筛选 一层一层的 这个 快速的 排查 我们可以 最终确定下来 一些 我们通过 常规方法 不能去找到的 一些 生命特征 那这里就是 首先是 根据 它的 这个气体 是否能在 大气层中 稳定的存在 然后呢 我们再判断 它在我们的 这个 生态圈中 它是否具备 一定的功效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 这个气体 它是否有 可以观测到的 这个 光谱 特征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去判断 这个气体 它是否有 这个非生命的 这个生成的 形式 然后最终呢 我们会得出来 一些我们认为是 最可能的 这个气体 那在这里面的研究呢 我有幸发现了 一种气体 它叫做 E5-2C 那 E5-2C 它的这个 化学方程式呢 是C5-H8 然后 为什么它 特殊呢 因为在地球上 其实生命 大量的生成 这个E5-2C 它主要是由 这个 植物生成 然后呢 我们并没有找到 一种非生物的 这个生成方式 那这里我们从 比如说 火山爆发 比如说这个 外太空的 这个 陨石撞击 比如说这个 闪电 比如说 沼泽等等 各个渠道 我们都进行了 很详细的去分析 我们都没有发现 就是说 有一种非生命的方式 可以形成 E5-2C 遗憾的是呢 这个 E5-2C 它只能在一个 艳氧的大气氧中 大量的存在 但你可能会 好奇 就是说 刚才我讲了 它是大量由植物生成的 而植物同时 生成大量的氧气 那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那我们更进了一步的 研究发现 就是说E5-2C 它不仅仅是由植物生成的 它其实是 所有的这个 生命 它都会生成 一部分的 一定含量的 E5-2C 比如说我们人类 我们的呼吸中 也有微量的 这个E5-2C的生成 所以它并不局限于 植物 那么 在地球上 我们可以看 它的产量 跟甲烷的产量 是一样大的 那 同时它参与的这个 非常复杂的这个 地球生命圈 OK 那最终我们讲完了 这三个主要领方向 就是说 是否具备 是否有系外行星 然后这系外行星呢 我们找到之后 我们怎么判定 它是可居住的 那我们判定它 可居住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判断 它上面是否有生命 那我们现在最后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 总结到一起 那么我们可以最终来解决 探索一个问题 就是说 系外生命是否存在 就是说它的可能性 那这里面呢 我就要利用一下 我老板的一个公式 叫希格公式 希格公式呢 它是由我老板 Sarah Seeger 在2020年提出来的 一个公式 它呢 是基于这个 1961年的这个 Drake equation 叫德雷克公式 德雷克公式 它的目的是判断 就是有多少个 这种可被观测到的 这个外星文明 然后经过50多年的研究 我们并没有找到的 外星文明 所以我们来探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只是要找 非常简单的 这种单细胞生物的话 那么这个可能性是多少 OK 那希格公式呢 它跟德雷克公式非常像 它首先就是我们 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测到 多少个宜居的这个行星 还有上面多少个这个 可能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那么这里面呢 首先 我们现在知道 有多少个红矮星 我们可以去进行研究 那红矮星呢 这样讲了 就是它比太阳 太阳恒星 更适合去进行生命观测 而第二个 我们需要的量呢 就是说红矮星本身 它因为 一个恒星的一个性质 就是说 恒星质量越大 它发展的就越快 像比如说 一百太阳质量的恒星 它可能 几百万年 它就从出生到死亡 就过去了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而对于太阳呢 我们知道它有大概 一百亿年的生命 而现在只过去了一半 而对于这个红矮星呢 它可能一辈子都 它可能一辈子会 至少一百倍以上 这个太阳的寿命 所以说 从 有这个稳定 从有这个红矮星开始 到现在 它现在可能还是在 一个非常年轻的 这个 年轻的这个 时代 那么这个时候呢 像 如果对比人类的话 它可能是像一个婴儿一样 而 我们知道像婴儿 它很多时候会经常哭 那么 红矮星呢 也一样 它年轻的时候 在像小婴儿的时候 它会 非常不稳定 或大量的这个 发生日冕啊 或者说像这个 药斑这种大量的产生 于是呢 它会 如果说有这样大 剧烈的这个 恒星活动的话 那么 它会对生命的存在 进行一定的影响 OK 那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 找到了这些 恒星之后 那么 有多少比例 这个 它具备我们可以 观测到的 这个行星 那这个是很困难的 因为 它需要 恒星 行星 还有我们观测者 3.1线 这么 一个情况 那这个比例就非常小 它是0.01 第四个要素呢 就是说 我们观测到一个行星之后 那么这个行星 有多大的概率 是在这颗 是在这颗行星的 可 好像 这个视频断了 大家能看到吗 对对 刚才出了点小八个 你继续 行 我重新share 我的screen OK 那第四个因素 就是说 这颗居住 行星的比例 第五个因素 就是有生命的比例 那这里面呢 我们 假设它是1吧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它真正的数量 是多少 我们认为生命呢 是 只要它有具备可能性 那么它都会存在 那这个数字就是 我们没有一个 很准确的判断 最终呢 我们 就是说 有这个比 生命之后 它的这个生命特征 是否被观测到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非常未知的 一个数字 那假设是0.5 那当我们把这些数字 总和到一起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它 得出来的结论 是大概只有两个 是我们可以 观测到的 这个形体 当然了 这里面这些 比例都需要 我们未来的 这些研究 去进一步的 去 判定 还有进 确认 然后 未来呢 我们可以通过 提升我们的 观测的水平 我们也可以去 提高我们这个 可观测的数量 那么 这个就是 把我们所 刚才讲的 一个小时的 这些知识 都结合到一起 我们如何去 确定 希儿生命 是否大量 是否存在 而且我们 有没有办法去 真的测量到它们 OK 那这是今天的 讲座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 今天 珍珠创 精彩的分享 这个 我已经看到 这个chat里边 有很多的观众留言 问了很多问题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简单的 go over一些问题 OK 这样的话 对 可能 大家会 可以在之后 再follow up 真正性的 问更多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先 看一下 第一个是我当时 我刚刚 我之前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了这个行星 一年只能观察一次 可能我需要确认一下 就是说 目标的那个行星 它只能一年 被我们看一次 因为你是用的 这个零星法来观测 而不是说地球的一年 才能看一次 是吧 对 就是说 对于那个目标行星 目标行星的一年 我们观测一次 但是就是说 但这里面就 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 如果说是红矮星的话 那么这可能是40天 可以观测一次 而对于一个 类地球的行星 因为它的恒星 是一样的 行星的位置 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一年 跟我们的一年 也是一样的 所以也是 395天 才能观测一次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观测 这个红矮星 而不是 类太阳的行星 类太阳的恒星 OK I see 好的 然后第二个 JL观众问 可以解释一下 轨迹生命和相关的例子吗 诶 诶 轨迹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呃 你在第几页 可能提到了这个名词 我看了 轨迹是指这个 呃 你说金星大气层上面的生命吗 还是 不是 对 所以可以JL JL 你可以Mute一下 解释一下 你刚才那个问题 否则我们就继续挑到下一个问题 嗯 OK 我们可以接着 接着 OK 我们先进入下一个问题吧 OK 我们先 你刚提到了一个 OK 就是你提到了 有一个越大的行星 它的气压越高 呃 这个是说 呃 因为是这样 所以才要找最小的行星 是吗 是吗 是因为它的行星越大 呃 可能它的气压就 就越高 呃 所以你要更关心就是最小的那些size的那个行星 就在左边那个图 对 是这样吧 对 这里面呃 我讲的可能有一点 冲突 那我clarify一下我的这个呃 冲突 就是说 呃 首先我讲的是这个 我们有不同 类型的这个系外行星 那么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系外行星中呢 我们 主要的这个呃 关注点是在这种 呃 半斤比较小的这个 这个 类地 行星 和这个超级地球 这种呃 系外行星 那 如果说它是那种 非常大的 像像木星这么大的 这些 系外行星呢 呃 我们不去考虑 那这里 所探讨的时候 是讲这个呃 行星的这个分类 的时候 我们想去找 这种小的行星 当然了 在这个超级地球 或者说类似地球的这种行星里面呢 我们想去找最大的 因为呃 它的观测性会更高 OK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行星的大小跟它的气压 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对吧 取决它大气层的 气气的厚度 呃 而且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我们在 清海那种很高压的情况 也有些细菌能够活下来 呃 所以气压好像并不一定是生命的一个 一个很 关键的因素 呃 可以这样认为吗 呃 对 其实像这个 现在来讲话 超级地球和这个迷你呃 天王星它之间的区别 其实呃 还不是非常好的界定 但我们一般的定义就是说 呃 你生命单 你可以在不同的气压中存在 但是呃 它存在一个法治 就比如说你超过呃 一百倍的这个大气压 那么地球上就很难存在 我们能观测到的生命 当然了 你要说 OK 北深呃 一万米的地方 那它大气压也是一 一百个大气压 那也是可以有生命存在那里的 但是它就我们就观测到 OK 好的 好 然后下面有个观众问到了 有一个图你的歪轴最大只有太阳 是是否需要考虑比太阳更大的恒星 我觉得你可能说是那个移居带吧 啊 对呃 对就这个啊 啊 你为什么不考虑比太阳更大的 呃 这里面呢呃 有一点也也是因为我这个图是从 从网上到的 但是呃 它也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比太阳 质量更大的 这里面呢呃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比太阳质量更大的恒星 它更稀有 那么在我们地球附近呃 呃 就是说我们这个猎户旋臂中 这个泪太阳的恒星 它的比例大概是呃 百分之八左右 所以说呃 呃 比这个更小的呃 就比这个更亮的恒星呢 那么它的 我们能找到的这个数量就更少 所以说如果你你可可观测到的西埃行星是0.001 的这个比例的话 那么你几乎没有办法在这些恒星上面找到呃 可观测到的西埃行星 更别说是否能居住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大量的去寻找可居住的西埃行星的话 那么我们主要的这个关注依旧是在比较暗的呃 恒星 OK 那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呢 嗯 就是这个呃 亮度越大的这个恒星 那么它的这个声明就越短 因为呃 你的表面越多 你温度越高 那么你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呃 sorry nucleic fusion 对 对 对 你的专业了 就是这个 你的核聚变的那个时间 对对核聚变时间 对核聚变时间很快就完成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生命非常短 所以或许不具备足够长的时间呃 去让生命有足够的呃 这个时间去演化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考虑 OK 好的 嗯 然后下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观测到的最大的行星有多大 这种方法是否有行星恒星大小笔直的下限 呃 哦 它的意思应该是那个灵星法能是否有这个这种观测方式 能否有那个某一个这种笔直的下限 就是说你可以可能general的介绍一下灵星法有什么限制吧 这个方法 OK 嗯 灵星法 其实 关于这个行星和 就最大的行星和最小的这个恒星的这个阀值呢 是这个cut off的这个 就是区别的这个点呢 是在呃 80倍的这个木星质量 嗯 当你有超过80倍木星质量的时候 呃 它里面就可以进行这个 呃 清的这个 好像不是清是里的这个 呃 里巨变 然后我们就判定它是一个呃 赫爱星而不是一个行星了 所以说呃 通过这个眼星法 你如果说这个天体越大 那么它就越容易被观测到 嗯 所以的话呢 其实 我们要观测到更大的行星 反而更容易 当然了呃 呃 这个恒星形成的时候 你是否有足够多的这个呃 质量让你形成一个呃 更大的行星呢 呃 那当然这是更加 但是更加困难去形成这些呃 呃 大的行星 嗯 OK 所以就是说大的更容易观测 但是呢 我们又有一些呃 限制 我们不能要求它 太大 所以呢 那我们还是把一般来想看 限制在一个相当于小的范围内 对 就一般去观测更小的行星 反而更困难 因为这个光比的问题 就是说恒星它亮度非常亮 而行星亮度呢 你是反射这个恒星的光吗 或者说是光通过了这个行星的大气层 OK 然后他问到 所以的话我们啊 所以他第一个问题最大的行星有多大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也可以观测到那些在赫海星 那个棒的以下的都观测到过 对吧 对对 你像再大呢 就是双星了 就两颗行 两颗横星 然后 就这个区间的这些星体我们都有观测到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刚之前问的 就是说你有一张图 大概说有水有有有甲丸还是什么的 那个图是这是某一个行星的观测的 那个就是那个普现的图吗 还是说你是模拟的 还是你是模拟的结果是吗 呃这里这张图 不是这张是是有一张 就是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模拟 这是模拟 对模拟光谱 OK 那那为什么你在这个模拟当中会得出很高的那或者是假的 这是一个 设定的结果吗 还是 就是呃 这个图里面的这个绿色就各种奇奇怪怪的颜色 它是模拟的光谱 但是呢 这个呃 黑色这个点是哈勃万已经观测的真实数据 呃 这个行星呢 它是一个呃 温度比较高的这个行星 就它至少是上千度的 OK 对 我们只有这样的数据 就我们没有对这个 类地行星的这个光谱数据 OK 仅有的很很少的这个 光谱数据都是对大质量呃温度高的行星 OK 嗯 好 然后另外一 另一张图是模拟的吗 抱歉抱歉 没事你说问啊 另一张 另一张是模拟的吗 对 呃 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呃 所有的这些讨论都是基于生命一定会需要氧气和水吗 会不会有生命不需要氧气和水和一定温度 我觉得你可能部分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好像你有张图说分析了各种类型的组合对吧 然后我我所以我有follow up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些不同的组合 比如说你说如果有个氧素或怎么样的 它可能就有生命 那这个的判断的依据是啥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呃 呃其实我们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呃 scenario 就是说不不不同的呃 分类吧 就是说有一种是很像我们地球上的生命的 而有一些呢 它是呃 有一些是不基于水的一些生命 有一些呢 它是基于这个呃 就是像这种呃 以丸丙丸这样的这个呃 这这这种这种液体 去进行这个生命机制的一些生命 那我们在地球上有发现过有任何比如说微生物是基于这样的机制而存在的吗 嗯部分是还不就有一部分是呃找到了比如说像艳养环境下的这些生命呃地球上是有这种 嗯 例子的 但像这个呃 呃 刚刚我讲的这种以丸丙丸之前就是非常的呃科幻一点 好 它它是一个假设但是我们没有现实的例子 OK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嘛就是这样的话更好的理解是我们人类把它做了一些大致的性的分类 虽然每一个类别不见得都有生物学那么强的支撑但是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分类上如果能找到可能还可以再进一步去研究它是否可以存在生命 对吧 因为生命的多样性非常的广 我们不可能呃 在短时间内把所有东西都研究明白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方法是通过一步一步的筛选去呃 把一些很明显不可能的情况先给排除掉 然后再一步一步进行排查 OK I see I see 好 嗯 哦 有人问这个为如果外星人想要把自己藏起来会怎么样 不过可能这个这个可能跟今天讨论没有特别大关系 呃好 呃好 现在有个同学问现在生化理论里面跟生命关联性最高的大气分子是有哪些 呃可能你刚才大概已经说说到了吧 对你可以简单的认识一下 OK呃 现在已知的这个呃 跟跟生命关联性呃分子的话呢其实有上千个 嗯 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可以产生非常呃 呃多种类而且不同作用的这种呃生命特征 当然了呃生命特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虽然说生命会大量产生某一种气体 但是呢在一个特定的行星大气环境下你这样的气体不一定能累积到足够的量 也就是说当你这个生命释放这个气体之后 他可能很快的就被大气层中的这个氧气 或者说是这个呃 哦H 这个这个呃 分 氢氧根 对氢氧根对被氢氧根快速的呃消灭掉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呃 结合着结合的上一个问题来讲就是说这个外星生命是怎么怎么 呃隐藏自己的 那么这个回答就是其实他们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去隐藏自己 这个大气层自己就会把它消灭掉 OK 嗯 呃 呃 那哦 然后后面有位朋友问 呃 呃 那我们现在你提到了这个152C 对吧 嗯 152C 对 现在能我们有在其他行星观测到152C吗 嗯 不仅152C没有被观测到其他气体都没有被观测到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拥有的数据仅仅是仅限于这些啊 质量比较大温度比较高的这些啊 非内地系列行星 而接下来我们想要这个领域一直想要发射的这个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呢 他将让我们拥有第一次拥有这个内地行星的数据 那么我们用这数据之后我们才能告诉大家我们真的观测到什么 嗯 很遗憾的是呢 这个望远镜说是2012年要发射 但是现在2021年都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所以对很遗憾 啊 ok 但是这个一我二息是满足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呃比较重或者是整呃就是说 相对来说容易观测的在特别是詹姆斯韦伯是可以观测到从理论上来讲是吗 对 对 是理论上可以观测到这个Trapist 1上的三颗星 并且去判定 呃 嗯 质量大概是呃0.8到0.0 0.0 8到0.12 这个 太阳质量 那么 太阳质量 对太阳质量 而地球质量我不太知道上千倍太阳质量 上千倍地球质量吧 对这个 哦对顺便 ok 顺便其实我想问一下 虽然你们现在呃主要寻找的就是那些红矮星 因为他就是他的那个移居大也比较近 然后周路器也比较短比较好观测 呃从理论上来讲 他们如果有一颗行星他绕着这个红矮星旋转 这样的行星他是不是有一些有没有可能有些别的呃一些因素导致他不太可能有什么 就比如说呃比如说红矮星可能某一些辐射会很强或怎么样的 这个我不太了解 嗯有有存在这样的东西吗 是的 是的就是说针对红矮星他其实这个领域过去十年有非常呃强烈的这个争论 就是说红矮星上是否真的能支持生命的存在 那之前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因为这个恒星他的年纪他相对年龄很小 那么他依旧是在一个很剧烈变动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变动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行星风暴 像这个刚才讲的flares呃这个药斑 还有这个呃就恒星恒星风这个类似太阳风的这种机制 他可能会呃影响到这个生命的产生 并且如果说很严重的话他甚至进一步的可以把这个呃 呃行星上的大气层给全部吹走 所以你看到的所有行星可能都没有大气层 但这都是呃领域不断在呃争论的一个问题 就现在还没有定论 所以我们也是在在期待这个jwst的发设 因为他可以呃终于能让我们去呃回答这些很基础的这些问题 okok好呃然后下面有一位同学问 说以他民生命特征的那一张slide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具体是哪一张 ok哦对这一张啊 这就是啊几个呃 呃雨虫你可以在specify你的问题一下 这可能跟刚才已经解释了 呃从左往右分别是不同的环境是吗 然后空中漂浮的这些分子 是这些环境中的生命最有可能产生的分子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呃然后下面那个possibly 在说什么说这个这个就是呃 比如说你你如果说在一个大气层中 你只看到了呃气体a 呃同时呢你可能要看到气体b 这两个的组合呃说明啊他 然后呢他不能有下面的这些气体 嗯嗯就因为如果说你存在ab 然后你同时存在c和d的话 那么这四种气体呃 它它是会一种很限制生命存在的一个机制 对 那那土耳这个是一个有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吗 呃 可能 呃 呃 non condensable gas 是指的是像水的样子中 嗯 不是像水这样的 对不是像水这样的 哦 low non condensable gas 嗯 嗯 嗯 就是这个 呃 那那地球上的臭氧是怎么产生的 地球上的臭氧它主要是这个呃 化就是空气中呃 就大气层中的这个叫做photochemistry啊 是这个光光化和反应 嗯 对就是 主要是嗯太阳辐射导致你那个电离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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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果反过来臭氧也能吸收太阳的那个 那个 UV 对 它它像是起的一个保护生命的一个机制 对 嗯 好 谢谢 嗯 可能我我怀疑可能这些图里边呃 的这些可能几个不能共存的气体的相互作用 机制呃 也许只是一个科学界的一个初步的proposal 可能也是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就不能存在或者说 一定就非常怎么样的 对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刚才可能已经讨论过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初步的分类 大家甚至也不见得所有的分类都有很强的生物学的基础 对 就是说它这里面其实呃 只是说我们通过这些 大气层观测到这些气体呃 我们可以得出来关于这颗行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特性 那么 有一些特性是呃 可以指向某某一类型的生命 那有一些特性可能就是比如说最后的这个情况 它就是呃 如果说你有这些combination 然后没有水蒸气的话 那么这上面是不存在生命的 就desiccated就是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的 ok 好 呃我再看一下 好 是问还有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的行星探测的最大半径大概是多少光年 行星探测的最大半径是说我们能探测到的最远的行星大概有多远吧 ok 40004000光年的这些行星它都观测到 对 不过就是说 行星越远呢 你的这个亮度就越低 所以说我们对为什么要做test而不去做就不去再做更多的capler的原因在于 呃 虽然说我们观测到这些行星 用capler观测这些行星 但是 我们不能去进一步的去呃 进行下一步的观测 去看它有没有大气层啊 所以就说只能知道它存在但不能干什么 当然了 这里面只是说眼星法它所看到最远的这个行星 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观测方式 呃我今天我今天它有五种 找西外行星的方式呃 呃我今天只是主要是讲灵星法 因为灵星法的这些我们可以去做下一步的这个大气层的分析 而如果我们用这个微引力透镜法 这个叫microlensing 微引力透镜法去观测的话 那么理论上 这一颗恒星可以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远 甚至在就是说银河系的另外一端 只要这颗恒星能掩盖出背景的某一个星系呃 呃那么对应的它的这个行星的这个微引力透镜也可以被观测到 所以呃 理论上 OK 是是这个 十万光年 可以这么说 但没有什么用 就是这这种微引力透镜法 它呃 你观测到一次然后以后就再看不到 就它只是一个呃 可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呃 统计学上的一个一个点吧 OK OK 所以可能更实际的呃 特别是关于我们要抓外星人或者外星人物的来讲 可能灵星法还是最主要的方法 对 或者说我们可以会反着来问就是说 哎 可以离这个我们最近的西外星星在哪里 那么 OK 呃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这个 呃 半人马座Alpha上 我们也我们关 找到了一颗西外星星 OK 好 呃 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 呃 哦 呃有一个问题是问这个地球的年龄和宇宙年龄之比 啊这个我也可以回答地球年龄差不多50吧 对40几年 对 然后宇宙年龄现在137 所以你可以除一下大概三分之一 嗯 然后 哦 有一个问题啊 问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发射到火星的飞行器上有细菌的话 可能会在火星上存活 然后污染火星 那那也许这个仅深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我们其实看到的 嗯 别的一些可能的生命特征也是可能来自于这样的东西 呃 首先呢 这些发射到火星的这个就发发射到外太空的这个探测器它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这个 呃杀菌的 就是说确确保我们不会去污染火星 但现实中是否真的能完全做到百分之百杀菌 呃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且随着人类去探索火星 呃 比如说呃 或者探索我呃 地球外的天体啊 像中国这个嫦娥四号就是呃 呃带了一个植物去去这个月球上 然后确实就 我们可能会存在 这个污染别的 行星的 这个 可能性 可能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在精心发现的零化金 有没有可能是从那样出来 很难 这太困难了 因为我们 你说是这个 从太阳来的吗 我不知道 我这个可能就有点 乱乱说了 比如说我们发射过金星的探测器 会不会是一些探测器上 的一些东西 然后不小心留在了金星上 然后产生了这种 有生命的痕迹的气体 有这种可能 不可能 你这个除非说你每年往那扔 几百艘这个 万吨大轮 油轮 你才可能有这个量 因为它这里面呢 大气层中的气体 它其实是一个平衡 它是一个光化学和 大气化学 还有地面的这个 地质化学的一个平衡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大量的 扔一大堆的气体进去的话 那么这个气体它可能会慢慢的 被这个光化核 或者说被大气反应给消灭 消灭掉 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气体 比如说这个甲王会 反应 然后最后变成水和 二氧化碳 那同样的零化氢 你要是没有一个生成机制 不断源源不断的 提供这个零化氢的话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维持 一定程度的零化氢的存在 OK 对 然后可能这个零化氢的这个发现 我也想follow up一个问题 就是 我好像看一个科普的报道 是说你们认为 或者猜测 是因为在它的 金星的那个大气中 会存在某些细菌 它们会生成这个零化氢 然后生活在这个 20到37摄氏度 这个好像还可以生存的这个区间 这是你们的一个结论是吗 对 这是一个结论 但是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生 生命是一个解释它的可能性 但到现实中 它可能是一些 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一些 说完全还没有 anticipate 或判断到的一些 大气化和反应 OK 然后我想再问一下这个零化氢 你们发现 是在大气层的 这个整个金星大气层上面都有 还是说 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 在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确定的高度上有 嗯 它是局限于这个 中纬度的这个 50千米的这个 到60千米的这个区间 就是它不是 不是 整个金星都有 它是一个环 它是一个中纬度的一个 高空中的一个环 在那个环上都有 是的 中纬度的一个环 然后 然后呢 我们人类有没有计划 说发个什么探测器过去 直接抓 抓一点这个 大气来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种 细菌吗 因为好像金星还比较近 金星最后一次人类的探测 好像 我不记得 好像80年代 这个 俄罗斯发射的这个 水手号还是什么 去进行探测 这个 这个我 not very sure 但是 我知道就是说 从那以后 到现在我们 都没有去 对金星进行更详细的这个探测 那这个 这次的这个发现呢 其实它 重新的 引发了很多的这个领域的关注 那么我们的 我们接下来想要去 推的 就是说想要去看 能不能找到足够的funding去研究 就是说 往金星去发射一颗卫星去 更进行更详细的判断 那目前呢 这个 我们领域对这里 对这个 零化星的debate是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有很多的 论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 反驳 说认为这个零化星并不是真的存在 那我们也是 在针对 我们也是针对他们这些 论点吧 我们就是 提出了我们第二篇论文 就是说 我们 用这种 你们说的这种一致的方法 他没有办法去解释 它存在的这个量 OK OK 所以大家还是 所以这些争论是都同意 他们有零化星 只是他们对这个量有益 还是说有的人是 根本就不认为有零化星 对 是的 他们根本都不认为有零化星 不过这些paper 他们的这个讨论都是认同 就是说我们应该 发射一颗 探测器去进行 去进行下一步的验证 OK OK 如果真的有一个探测器过去 我觉得会非常的 令人激动 对 会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 如果这个 大概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一个红矮星附近 有一颗行星 那这个行星 他会不会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evolve生命 像地球这样的生命 我可能不太懂这个问题 因为好像这样的恒星不是应该生命更长吗 对对 他应该有更多时间去发展 更多的时间 对对 OK 然后下面一个人问说 你可以介绍一下ROS 128B吗 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离地球很近的系列行星 我对它的了解仅选为维基百科 抱歉 就是我们这个领域相当说 目前为止有超过 4000个系列行星 然后其中有超过这个60个科 potentially 移居的这个系列行星 那么ROS 128B呢 它是通过这个 我们叫做 就是radial velocity 好像是这个 中文要怎么翻译 就是镜像速度 对 镜像速度的这种方式去测量 那么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 它可以用地面的望远镜去观测 它在这颗行星的整个运转周期 都可以去观测 但缺点是呢 它只能判断这颗行星 这颗行星的质量 它没有办法去判断这颗行星的半径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半径的话呢 那么 你也就没有办法去对它的大气层进行观测 但是你刚刚提到这个ROS 128B 它已经离地球很近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别的观测手段 去很好地去看它的大气 对吧 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去研究它的大气 它的质量 它的其他性质的一个行星 对吧 嗯不是不是 它它是这个目前比较容易去观测大气的是眼星法 你要是没有眼星的话 那么要观测大气非常困难 眼星你是说那个零星法 就是它对对零星 零星法 OK 对就transit transit 你必须要transit才可以 当然了 in the future 就是我今天没有太讲 但是有一种探讨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遮光照 你可以把这个恒星的光给遮住的话 那么你也许可以去直接去观测这颗行星 因为你像这个镜像速度 它其实是通过看这个恒星在天 在太空中的这个移动 你其实是观测不到那个行星本身的 你看的是那个恒星在周期性的摆动 然后你通过这个周期性的摆动 通过这个 就是二体法则 你可以判断 就可以计算出来那颗 造成它这个恒星摆动的物体的质量是多少 但是你是并没有直接看到这颗行星 OK I see I see OK 后面的问题好像有个比较technical 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再问 somehow 对 somehow 就是那个 pial of order polynomial using noise feeling for something 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太technical anyway 现在其他的观众 对我们的chatbox 问题基本上都已经问完了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别的问题也可以直接outmute 然后直接来问 对我们一般9点半左右结束 然后然后就是在那之前都可以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是现在有没有用 或者说理论上用视像镜像速度法 或者说那个astrometry那种来探测行星光谱 行星大气层光谱靠谱吗 还是说就是主要灵星法最最容易 现在的话 首先首先像astrometry是可行的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说 你要用一个方法把那个恒星的光去遮挡掉 对对对 就是有没有在做这种 有有 有应该对有一个program叫starshade 也是我老板在在lead 那么starshade的目的就是 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类似菊花的这种 花板的方式去 把这个光遮掉 我看我能不能找一个 类似的 可以先解释一下那个isometry 你那个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是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可能很多观众都不清楚这什么意思 我现在给大家pull up我另外一个slide 这是我之前做的另外一个talk 大家现在能看到我这个screen吗 你还没有下 你还没有下 我现在的share screen OK 那么这里面 对天体测量法它是astrometry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 能看到吗这个这个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对 就是啊 天体测量法就是恒星是绕着这个星空背景在转 然后行星也绕着这个星空背景在转 然后你可以直接观测到这颗行星 Radio velocity呢就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你是看不到那颗行星 然后我们还可以直接成像去观测 就是说你把想办法把这颗 恒星的光给遮住 然后你通过长时间的这个观测 你可以看到它在围绕这个星空背景去运转 我看能不能找一个 你的video 那就这样一个video 就你可以看到那个 行星在运转 然后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去track 再放一次 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观测 大量的观测这些行星 并且去 观测那些稍微暗一点的行星的话 那就是用这种starshade的方式去做 当然这个就是2050年起吧 就比JWSC可能要再多一两个世纪 一两个decade OK 我想确认一下刚才你放的那个动画 中间那个黑的被遮掉的是恒星 然后这个是图像处理的程序 把它给去掉的对吧 不是用用这种什么shade直接影响的是吧 他这个叫做external coronal graph 就是这个外体的这种遮光镜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内内嵌式的遮光镜 就像你拿一个拇指把它遮住那种感觉 就它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物理系统在这里 OK 效果就是你会看到 它这里有一些光点会闪出来 而这些行星呢 它都是非常大质量的星体 然后它离这颗恒星也非常远 所以它温度非常低 它完全不支持生命的存在 而如果你要观测靠恒星很近那些 移居的行星的话 那么用这种starshade是必须的 I see OK OK 好 还有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最后提可一个问题 如果有的话 我能问一个这个关于电梯的 一个general的问题 一直把我的 就是因为咱们在物理里面 就是那个暗物质的话 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观测到的 与那个比较星系的 那个重量质量 不至那个不注意支撑它的那个转的速度 是吧 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就有暗物质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我们怎么能判断 那个我们能观察到的 星座的那个星星那个star的那个质量呢 就是他有可能没准里面有 小的黑洞啊 别的来那个影响它呢 而不幸运于暗物质呢 嗯 这可能高频比我更适合回来的问题 我可以帮你回答 哦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是这样的 我本身也不是研究暗物质的专家 但是从我了解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所有的比如说你说的黑洞的形成 必须要有一个机制 然后机制的话 简单来讲 比如说你有一大堆东西 然后一个比较像 比如说比太阳更大的质量的一个一个恒星 它的燃烧完了生命周期结束之后 如果它质量还足够的 它就会坍缩成黑洞 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机制来形成这些东西 所以它必须要有个很强的cross check 就是说你假设有黑洞作为暗物质的话 其实有这样的科学论文去研究 如果暗物质是黑洞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多少黑洞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然而我们又要去验证 就是说形成黑洞的条件 需要只有多大比例的这种可能性能产生黑洞 就是说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这种机制里边 然后发现黑洞对于dark matter的contribution 大概1%不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还不能被解释的 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类已经穷尽了 我们知道的各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黑洞这些 然后反而还找不到的话 我们才会说这个dark matter可能是something else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undercount我们的数量吗 因为这样的话你有可能undercount了一个恒星整体的质量的 对 这个我的回答也是一样 就是说这所有的数据都需要cross check 就是说你可能用一个方法你会觉得这是undercount 但是我必须要 因为所有现在科学的这种研究都必须要从各个角度去cross check它 比如说你说你看光度 它可以通过光度的情况估计一个质量 但是你还可以看比如说整个星系的结构 对吧 它的形状通过行星运转的旋转速度等等 也可以估计一些东西 你必须要相互能够验证 这样才能够得出说这是一个相对准确的 所以从我们自己现在的科学理解来讲 这个目前没有那么明显的undercount 对 所以才会这样的结论 OK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 差不多了 最后呢 让我再share一下这个我们TAB讲座群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再次呢 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讲座 也再次感谢赞助畅博士今天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了怎么样去正经的去找外星的生命 好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继续讨论 或者说关注未来的这个TAB Talks的讲座呢 可以扫这个码进入这个微信群 然后我随后也会把张珍珍珠上博士邀请到群里边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TAB Talks 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下次再来 谢谢 祝大家晚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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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